品川说冷静 天天聊慕说 大家好 我是品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灵瓜瓜的非主流对抗 希望大家喜欢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地图 选择的是TR 归岛 出生在地图 左上角是蓝色的兽族 ID 桑像 阳光 哎 就是灵瓜瓜啊 好 名牌了啊 我就是阳光兽族 灵瓜瓜 好 看一下他的对手啊 出生在他的对立面 红色的暗夜精灵 又是一场手镜大战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英雄选择 灵瓜瓜这个开局的话 应该是剑圣啊 打不死足的话用牛头 打暗夜精灵用牛头风险比较大 那还是选择剑圣比较方便一点 商店造的也是比较早啊 刚好剑圣出来 可以买一部药膏啊 直接可以出发 好 英雄果然还是选择剑圣 Blade Master 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 开局的话战争古树 英雄还是选择老鹿 现在主流的打法啊 确实暗夜精灵喜欢首发这个KOG 来大战兽足 后面什么女猎手啊 打起来也是蛮厉害的 好 灵瓜瓜的话 开局拉了个小苦工 去侦查一下 哎 个小苦工的走位 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啊 往哪边走 他是想侦查这个点位吗 卡里 剑圣 出来买一组药膏 这张地图的话 剑圣可以考虑 练两个五级的蓝胖子啊 这个装备会非常的不错 有时候能贵族托还 有时候呢 蓝牌都还行 暗夜精灵 这个建筑学还是比较奔放的啊 好 小苦工 第一次探面失败 那懂了啊 不在这个地方 那肯定就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不用再去探了 这边又拉了一个小苦工过去 这一局灵瓜瓜小苦工 感觉要干大事啊 好 剑圣上来 先练一个点 TP已经卖掉了 暗夜精灵 现在是练一下小海龟 411给你整了啊 我们看看四级海龟岛下 打一个暗夜斗篷 可以衍生 剑圣 过来的话卡的位置还不错 只有三个有个可以打到剑圣 买了个贵族托还 我们看一下这个五级蓝胖子 是不是还能再钓一个贵族托还啊 剑圣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装备的 一张两刀 再来一下 砍掉 好 装备果然贵族托还 那贴个药膏可以继续去练下一个点了啊 这个点也可以去练一下 哎 两个人不期而遇 带着你绕圈圈 好 剑圣看见了 原来你想练这个点 哎 这追了半天没追着 身上的话也没有粉 那现在暗夜精灵内心稍微的是有点瑟瑟发抖啊 就怕剑圣埋伏在旁边 好 剑圣还是选择练一下这个五级蓝胖子 与此同时 嘿 这两个小苦工居然输入同归了啊 开始挖树 要开始造塔了 因为要它的经典 是吧 卡位练级啊 好 剑圣 再一次练一下这个五级的蓝胖子 这一级剑圣 双头还了啊 再整个头还 贼舒服 暗夜精灵 这里特意回去买了个粉 真的细啊 好 装备 指环加四 剑圣这里 看你掉一下什么装备啊 来 这个蓝胖子 刀 打了一个闪避护斧 不 也还行 家里 这边造两根塔 家里的话看看 也是造塔 塔可以进攻 也可以防守 暗夜精灵 显一路练 科技的话二本正常升级当中 这里过来一看 果然剑圣这里练了一个点位 这边是有眼睛的啊 你在这里对手剑圣是可以看见你的 好 剑圣回家补一波状态 你呱呱选择 嘿 还是要补兵赢啊 那应该又要他用那个战术了 什么战术懂得都懂 是吧 KOG过来抓一下对手 你剑圣练完这个点应该再练这个点啊 结果呢 也练完了 不得不说啊 这个剑圣练的还是快啊 好 KOG抓了一下剑圣 没抓着 那还是选择自己练吧 抓了半天没抓到 确实有点耽误自己的节奏 KOG两极 剑圣1.9 好 这里塔造的差不多了 剑圣开始高了啊 好 剑圣一看 嗯 塔造好了 勾一下 勾的时候两个小苦弓 记得要卡一下位置啊 好 奇迹黑胖子 他来了 来 卡位 卡住卡住 呃 没有卡住 好 只卡住一个5G的蓝胖子 也还行 能卡到一个就一个啊 这里控制一下 千万不要把野怪给打死了啊 打死之后用塔打死 没有经验值 这里 诶 我继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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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开始绣野怪了 好 一刀不掉 我再来勾一下 诶 蓝胖子 再把它勾过来 奇迹黑胖子 还是比较凶的啊 这里继续卡位 两个小苦弓 卡一卡 来 好 开始绣操作了 来 两个方向一起卡 咕咕咕咕咕咕咕 来 你这个体积有点大 好 卡住了呗 诶 完美啊 终于卡住了 卡在一个小角落 咕咚 这里打了一个老牛的耐久光环 好 蓝胖子掉了一个治疗神符 这里立马直接是放这个基地啊 诶 野怪好卡个位置 想开我的矿门也没有 这个剑身跟这个野怪斗智斗勇 行 基地放不下 我造个地洞可以吧 小苦弓没事干 也来帮大哥输出一下 好 剑身现在装备起来了啊 来 练完直接开矿 我们看一下暗夜精灵 暗夜精灵现在是阿发一个炼精 家里的话阿本已经生好了啊 开了一个矿 选择开矿 然后呢 出女猎手啊 确实还是出女猎手的一个打法 这边看看七级的海龟 掉一个什么好的东东 拿了一个吼叫 灵呱呱的话 这边疯狂一人 剑身 好 但剑身又开始练个红顶了啊 这个剑身练级练的确实非常的花 耐久光环直接卖掉 剑身把这个六级野怪再练一下 剑身只是格子太有限了是吧 有些装备啊 不得不舍弃 好 这里疯狂的秀野怪 来 走一下 A一下 走一下 再A一下 呦 这里打了一个 嘿 一人面罩 这装备要是给小Y 小Y是蛮开心的 好 暗夜精灵 现在练一下744开个矿啊 KOG的话暂时会加补状态 这个剑身要是给我抓过来 很难受啊 剑身去对手家里 嘿 这小精灵没有保护啊 砍起来贼舒服 一刀一个 再来一刀 再来一刀 好 小精灵爆掉 那剑身继续砍 对手的话 呼呦 走 又爆掉了 缠绕一下不 剑身缠绕一下 单传走 反应非常快啊 第一时间单传 好 这里打了一个大雪 暗夜精灵 刚才操作起来 稍微还是有点操作不过来啊 装备后面才捡起来 这边继续练 暗夜精灵选择是开矿 那林呱呱也是开救了自己的矿啊 目前的话 林呱呱家里又在开始出投石车了 哇 还是阳光兽族的打法 好 剑身依然还去对方家里看看小精灵 让对手的话 没有这么安安静静的练剂 小精灵已经预感不安全了 先跑 我跑 带你绕圈圈 来 先跑到哪里去 好 这个建筑学 保一下小精灵 哎呦 还是砍掉 能保住吗 这个小精灵可以保住 建筑学啊 暗夜精灵 现在两个大哥还在练及 AC妹妹还是比较的脆的啊 这里打了一个加巴的攻击之爪 剑身抓了过来 有没有残血的AC 没有 那砍练金术是 好像又砍不动 那剑身稍微得有点犹豫啊 先回家吧 现在分框马上开好 家里的话 投石车攒了四个啊 马上林呱呱 又要开始天降投石车了 这边 暗夜精灵分框开好 好 剑身 已经侦查到位 基本上知道对手 大概一个状况了 是吧 双框出AC 女裂 现在还是AC AC的输出比较的高 但是你要重心控制好啊 让对手摸不到你的AC 然后呢 AC打输出 好 暗夜精灵 这一波是想练剑日进攻啊 你练剑 我就过来抓一下 好 果然还是练剑 这边上来直接砍AC AC还是脆的啊 剑身身到自己 一发缠绕 剑身 嘿 我剩了个分身 可以 分身的话就剑身 分身也是有伤害的 好 缠绕一下 来 真身你想跑 我继续分身 可以 跑 现在QG蓝量不是很多 分身也是有伤害的啊 打了AC妹妹身上 也会掉血 剑身跑回家 这一波的话 家里看看多个投石车了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投石车 这边六个投石车了 好 差不多可以了 买这个迷你基地啊 燃油也已经提前升好了 眼睛速食过来一看 心想喝 这小伙子玩得有点花啊 家里不出狼奇 出投石车 我又不工程 是吧 你出投石车干嘛 暗夜精灵 心安理得继续练 那戒成这一波的话 好的 又开始偷偷去放迷你基地了啊 你这要是回来 救的不够快 可能家就要掉 暗夜精灵身上 有TP的 那这一波的话 直接放这吗 直接放这的话 看看暗夜精灵 能不能第一时间TP过来 不知道暗夜精灵 懂不懂这个战术啊 如果懂的话 必须第一时间TP过来 把这个基地给拆了 好 暗夜精灵懂的啊 第一时间TP过来 来 拆一下 这个基地能造好吗 迷你基地600多块钱 这个战术相当费钱啊 好 第一时间赶紧TP过来 来 灵瓜瓜过来了 这一波48大战52 店面好 咚咚咚 上来的话 第一时间打的是对方的AC 好燃油 来 赶紧拆基地 才能把三本基地给拆了 健身的话再砍AC 这边基地掉的也是有点快 小清灵修修修修修 健身赶紧砍AC 这一波灵瓜瓜 难道要赔了夫人又折兵 车子的话六个仅剩两个了 基地好像拆不掉 不过健身是赚了多少 赚了很多AC的经验值 好 这一波灵瓜瓜并不是很成功 可以 这个暗夜精灵 应该是懂灵瓜瓜这个战术啊 第一时间TP过来处理一下 健身 哎 不会要倒吧 好 缠绕一下 这个缠绕的话 时间还不是特别长 跑了 这一波暗夜精灵守住了 关键是赚了非常多的经验值啊 三发一个白虎啊就是三英雄 打远程的一个一个基础 三英雄后面三英雄每个人配个毒球啊 配合大AC输出贼稿 哎 QQ的话 啊 灵瓜瓜这一波看看怎么办 这刚才六个头十车没有撞到很多东西啊 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个战术本身就很费钱 那幸好这个分口呢开的比较早 暗夜精灵一意代劳 我继续练 双群补 哇 大气啊 直接群补补AC 好 出个猫头鹰 侦查一下 看看剑身会不会搞偷袭 这边AC的话一共一防 KOG成到了四级 买个TP吧 现在暗夜精灵好资源稍微不太够啊 剑身 哎呀 被猫头鹰给盯上了 怎么办 又买了一个迷你基地 还想用这个战术 对手表示 一切我已经看在眼里了啊 这个剑身 看这个迷你基地扔在哪里呢 扔在别人面前 人家第一时间TP啊 好 现在开矿吧 这个迷你基地用来开矿啊 可以 迷你基地开个矿 然后剑身给对手一点压力 暗夜精灵还在一路练 剑身又跑到对手家里去了 后 家里也有个猫头鹰 哎 这个暗夜精灵稍微的有点掉以轻心啊 这个基地居然没有去完全修住 单船走了 单船回家 这边的话又补了四个投石车啊 这个的话迷你基地选择的是开矿 暗夜精灵 一看 哎 暂时没有看见对手在我家随便扔基地 那暂时还是安全的 好 这边一路列 这边 嘿 这个矿也是自己的一个传送点 可以的 灵呱呱 改变思路了 这不能硬扔 是吧 还得有效的利用这个基地啊 这个基地不能单纯的进攻 得用来开个矿 好 这一波TP过来完美 暗夜精灵身上有没有TP KOG身上有TP 但是KOG在家 哎 这里的话赶紧拆一下这边的车子 健身 第一时间还是拆对方的基地 来 你听说你不修 好的 我六辆投石车 这个一波要把你的三本基地给拆了 这暗夜精灵 还是大意了呀 健身无级 无级健身 把你的AC给处理掉不 我还在拆 拆了差不多之后 走 这个车子能不能保住 我们看一下 哎 这个车子保住了 可以 暗夜精灵 前方万房 还是丢了自己的三本基地 好 FKKO的话 这个分框开的贼舒服 林乖乖这个框开的贼舒服 这一集到底平常说了多少个零 FKKO啊 主要是刚刚解释了一场FKKO的 现在解释了林乖乖 稍微的是吧 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这叫神志不清啊 好 这边暗夜精灵过来一看 嘿 这满地的小股工怎么跑来跑去 哦 原来这里有分框赶紧拆 那林乖乖这里又买了一个迷你基地啊 这个迷你基地扔到哪里去呢 嗯 扔到对方家里去 这就有点过分了啊 扔到家里去把别人的主管给踩了是吧 我们看看你扔不扔 这扔的话就有点过分了啊 扔不扔 扔不扔 你要扔你就是一套汉子 好 你确实是汉子 哎 暗夜精灵你救不救 管你这个暗夜精灵现在你踢不到 你踢避不了 你只能慢慢走回去 好 林乖乖就把你的主基地拆了 然后揪战雀巢啊 扔个基地过来 就问你救不救 然后我投射车又要来了啊 双TP 好 暗夜精灵大部队还是过来救一救的 这边林乖乖还是交了TP 双方还是要大打出手 来 打打打 减身 无几 这边投射车非常的多 哇 这个战术相当费钱啊 嘿 打不过 赶紧交TP走了 哎 能不能TP到这里来 果然TP到这里来 哇 这个神东机器玩得漂亮啊 好 回来之后 还有个小口供可以修一修 那目前剑身五点一级 看看啥时候到六啊 暗夜精灵这里也想开矿 林乖乖直接造塔 这一级双方开始玩乱矿了 剑身 来 又TP了啊 又买了个TP 这个矿拆掉 小精灵给你弄死 现在暗夜精灵有几片矿啊 暗夜精灵现在一片矿都没有了啊 没有收入 但是林乖乖现在稳定采矿的有几个呀 有两个稳定采矿 这个矿的话马上可以采 好 投射车又开始要找机会偷袭了 这一级林乖乖玩得漂亮啊 哎 剑身 好 分身躲你的缠绕 这一波的话飞升也有伤害 哎 这里发现一个假的 天然追假的 没有发现真的 好 真的往这边走了 哦 缠绕一下 这一波能跑掉吗 跑的是真的快 投射车又找机会过来偷袭 到时候剑身可以单传过来 跟自己投射车会合一下 好 剑身一己之力吸引注意力 哎 这一波要叫TP了 那TP到哪了 TP的话这边的车子 看看能不能保住啊 剑身TP到主换买个TP 然后单传过来保兄弟 单传过来 对 保一下这边的车子啊 剑身单传过来 又跟自己的投射车会合了 七辆投射车 剑身继续拆基地 这边一个炼金术是打不过来 暗夜精灵其他部队赶紧过来 会合一下 这一级林乖乖啊 真的是投射车打到底啊 投射车加上这个迷你基地 玩的确实有点花 好 这俩英雄 稍微拆了有点费劲 白虎在拆这个框 那剑身呢 我这一句林乖是要把对手给拆出去吗 剑身5.7级了 再杀几个AC小精灵 马上要到6级了啊 这里看一下小精灵没有 AC还在拆 这边的车子赶紧撤 让你追 让你追啊 好 林乖乖现在家里 1000块钱存款啊 嘿 看见了 原来你还在偷框 好 剑身又发现对手要开框 那这个基地要造好吗 造好的话你可能保不住啊 这个剑身的输出还是可以的 有没有投射车 好 投射车过来帮忙了 四辆投射车马上过来帮忙 那KOG的话 哎 单传过去吧 好 KOG直接TP过来 可以 这也是花大家钱来守这个框 那车子过来 有点拆不动了啊 打AC 能打多少就打多少 白虎的话也过来帮忙 这个框千万不能丢了 再丢是真没钱造了 好 林呱呱的话 这边继续砍小精灵 这边经验值5.7节 还差一丢丢啊 这边AC还在拆 林呱呱现在开始乱框了 目前林呱呱的经济比较好啊 框比较的多 暗夜精灵现在 面对对方的投射车 确实有点搞不动 对拆能力还是差一点 好 剑身又把一个AC砍掉 暗夜精灵目前41人口 林呱呱的话 暗夜精灵现在26人口 林呱呱41人口 这一波的话 剑身要不要回去买个电球呢 剑身有点尴尬的 是自己的格子游戏啊 好 这边AC妹妹继续过来拆 这个框居然没有拆掉 一把他给修住了 暗夜精灵这里造了一个基地 暗夜精灵还想继续乱框 可以 两个人都很有梦想啊 又转了一个迷你基地 这边暗夜精灵在拆 现在暗夜精灵工程能力有点弱啊 虽然说打剑身比较的厉害 好 这个框搞掉 又开了过来了 哼 听说你想过来开 我提前放下个迷你基地 两个人要争夺这个框了 要不拍他两下 好 我提前坐下来 你到时候你踩不了 来 我缠绕一下这个框盖子 可以 暗夜精灵还是先下手为强 三面基地 这边基地 要TP吗 林呱呱 好 直接TP过来 又带了多少投射车 我们拭目以待啊 好 投射车上来 把你的框给拆了再说 赞紧站起来走 乌亚拆完之后 也没有加速啊 好 铁个加速 车子跑 剑身又开始寻找新的目标了 这一级剑身完成拆架流啊 好 这边还有AC 听说你们AC想拆我的框 哎 好 英雄弹传过来了 好 剑身六级了 六级之后 拆架能力更加强大啊 刚才靠投射车 现在剑身一个人也能拆了 哎 六级剑身 打不过这个四级的练军术士啊 练军术士是真的有 这边买个TP买个鞋 这里的话看看 哎 又开始拆了 剑身的话大招 要不开他一下 好 直接你缠绕我大招一开 这边AC妹妹倒下两个 KOG好像也要倒 这是剑身 嗯 开着大招死去的剑身 优点没有排名啊 可以 在这死之前 还是把KOG给干掉了 剑身 第一次开着剑 开着大招的剑身死亡啊 好 银罐罐 买活 一下自己的六级剑身啊 好 买活剑身 嗯 接下来的话 继续去补补状态吧 这个AC射了半天 射不动 现在暗夜精灵 200多块钱存款 铃罐罐1400 满地图都是铃罐的车子 跑来跑去拆架啊 这里拆完了 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基地 这边的话没有基地了 暗夜精灵现在好像只有一个基地了啊 小地图不准的啊 小地图不准 有些拆完的东西它显示还在 好 剑身一看 嘿 白虎听说你落单了啊 来 打链金 我可能打不过 打你还是可以的 哎呦 出来链金术士来帮忙 剑身分身 来 找机会看他 看他 再看他 现在六级大招还有一半的时间 这关键身上没有蓝 好 分身处理一下 诶 你Q级不在 我单纯走了 拿我没办法 好 车子继续满地图 再找单位来拆 现在暗夜精灵还有最后一个建筑 是吧 最后一个建筑啊 就是这个基地 这个基地过来赶紧开矿 赶紧开矿 好 剑身状态补的差不多了 六级大招差不多也要好了啊 过来看一下 诶 好 砍白虎 白虎直接顶无敌 剑身把一个小精灵给干掉 接下来这里 诶 它没有走过去看 好 那杀白虎呗 那白虎怎么办 白虎说 我隐身 你打不到我 你打不到我 剑身说 你隐身是吧 好 三 二 一 大招 三 二 一 大招 开起来 听说你喜欢隐身 来 剑身六级大招 一开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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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 隐身照样把你给打死 好 七级剑身 那接下来这里可以一锅端了呀 嗯 暗夜精灵现在只有一个英雄 加上小精灵 来 剑身目标很明确 什么你英雄 我没什么兴趣 我就想开你的基地 那接下来 偷食射也来了 那暗夜精灵 打不过了啊 随便 燃油偷食射 三辆 再加上一个大技 你一个炼金术师 好像打不过 好 暗夜精灵 打出击击 我们恭喜 林呱呱 这一局 林呱呱 把拆架 进行到底啊 当然了 开局 剑身练集 也是非常的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